蘇芳阿姨還好嗎 你怎麼那麼累 我算不知道你當國民法官 淑芳阿姨你還真是認真耶 但你這樣體力沒問題嗎 我有看過很多電影 很多案件錯綜複雜 會不會一弄就是好幾年呀 那怎麼辦啦 壓力好大 西多士不要危言聳聽啦 法院會盡量減輕大家的負擔 開庭時間不會過長 也會給大家足夠的休息時間 所以淑芳阿姨 只要保持平常心就OK囉 這樣我就放心了啦 我最怕就是說 人家心伴 伴到我肚子 我就很抱歉 會影響到人家伴館耶 吳辰宣法官 我想請教你 要當國民法官 會不會很花時間 還有中間有沒有休息的時間 淑芳阿姨請放心 雖然依案件複雜的程度不同 審理的時間不一 但根據日本的經驗 平均會是兩週內完成 法院會準備審理計劃書 包含案件說明 審判討論重點 適用法條 幫助國民法官加速理解案件 也會提早預告審理日程 包含開庭跟結束的時間 照著計劃來就沒問題囉 如果有計劃的日程 那我就放心了 但是我還有一件事情 想請問法官 我們開會會有 中場休息的時間嗎 畢竟這議題很嚴肅 要集中精神 可是很累人耶 阿姨恰鴻心 法院會想辦法 減輕大家的負擔 開庭的時間不會過長 也會有充分的休息時間 那我就放心了 不然我還擔心 要喝很多杯茶的提神呢 國民法官需要您的參與 全員國民法官中 一起審判我也通 我們下次見 明天宗